突然一刀裂缝 拉扯神经 将疼痛怂恿 我的一切变苍白 虽快乐在俯宠 阿姨 你回来了 你还没吃饭吧 我熬了粥 去给你热一下 你还没吃饭 啊 你还没吃饭 你还没有吃饭 你还没吃饭 啊 这个味道 还记得在蚂蚁岛那天 我们遇到台风 你帮我煮了一碗粥 让我觉得好香 我常常想起那个味道 后来自己试了几次 好凶怎么也比不上 你帮我做的那一次 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一下子就成了 你快尝尝看 是不是一样的味道 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但是 我希望这样熟悉的味道 能让你安心一些吧 谢谢你啊 小毛 我今天去看灵姨了 她很担心你 她本来想来看你的 但是被我拦住了 要是有时间的话 就抽空给她打个电话吧 好 你已经见过受难者的家属了 是吗 是 他们一定很难过吧 那他们 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 还说没有 你看你这脖子上 都有伤痕了 失去至亲的人 难免会做出一些 不理智的事情 不过设成处地的想一想 也只有体谅 才能继续走下去吧 都肿了 我帮你拖点锣灰胶吧 要不然 得留疤了 疼吗 阿姨 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他们一直不原谅你 该怎么办 突然一刀裂缝 拉扯神经 将疼痛怂恿 我的一切变苍白 虽快乐在服从 落入 阿姨 在你走后的 你立了吗 在你走后的 空洞 我不作声 临综的曾经 希望你偶尔去触碰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悲哀 总会有平行的 爱情的宇宙 迷不世界里的纰漏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说我的告白 总会有平行的 爱情的 扭口 给出此可爱的理由 Because I love you 事故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是因为承包商荣辉公司 在施工过程中 使用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 才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荣辉公司的老板 已经向警方自首了 自首 前几天不是还说下落不明吗 大概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吧 所以说这件事 已经和我们盛海没有关系了 也不能这么说 我还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这个用人不明监管不力 才出现这种事情 我愿意承担一切的领导责任 我昨天去看过过世工人的家属 他们坚持要得到一个说法 我也去见了他们 我跟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沟通 裴长金这一块 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了 他们不会再闹了 我明白蒋总的意思了 这件事情 很快就能得到解决了是吗 是的 阿泽 你说呢 阿泽 尽快找开发布会吧 好 你赶快通知公关部 尽快召开发布会 阿泽 你回来了 最近在忙这个 虽然在剧场 就只是简单地跟他们对对词 不过 是我喜欢的工作 你喜欢就好 阿泽 我记得小时候 你跟我说过很多自己的梦想 现在都还记得吗 此一时彼此吧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 自己努力了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和自己喜欢的 的事情在一起吗 我记得这个话 还记得过来 所以我会继续